第131章 盗门盗子 诸人心向辈之心 为拥有些毛骨悚然 严康国师改革宗派 将天下各门各派各大世家势力的绝学收归国有 在各地举办小学大学 京城办太学 江湖上 则大力打压各门各派 倘若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资源 还教导不出好弟子 教导出的弟子还不如各门各派的弟子 那么国师的变法还有何用 这个盗门盗子 其实力必定极强 绝对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否则也不会被盗门派过来打脸 太学院的脸面就是国师的脸面 就是皇帝的脸面 赌门就是打脸 严康国师和皇帝的脸面能否保得住 尚且难说 卫庸心头大振突然哈哈笑道 太学院聚集天下人才 还能比不上区区盗门的道子 秦武摇了摇头 想起这些世子修炼的多半都是同一种功法 心中便有些不太看好 太学院的世子虽然修炼的功法多有不同 但是很难专精 必须要有专精这门功法的国子剑教导 太学院的世子学到其精髓 在他看来 这次道门有备而来 只怕太学世子只能被堵在山上了 倘若太学院的世子打不败这个道门道子 天下门派反国师便师出有名 那时 皇帝不诸国师 皇帝也会师得 失去人心 只怕天下门派悉数造反 道门道子与太学世子之争 将会是干系到天下大局的争斗 不容小觑 走 去看看这位道子的本事 魏庸信冲冲道 秦武与他一起下山 只见玉牙下 山门前后 到处都是太学院的世子 太学院的世子并不少 世子居的世子 每年只招收十人 而神通者和皇子院的皇子公主便多了 秦武站在玉牙上向前张望 果然看到有两个道人坐在山门前 其中一个是位老者 相貌高谷 不像是当今时代的人 反倒像是从古代走来的一般 他身穿灰色道袍 仪态很是古朴 有一种超然事外的气度 端坐在那里 仿佛一切事事与自己无关 有这种气度的 不是凡夫俗子 这个老者 应该是有着第一正道大派之称的 道门中地位极高的人物 而这个老者身旁 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这少年轴弯处搭着一柄浮尘 浮尘雪白 而陈炳却是单珠色 他的衣衫是青衣 坐在那里很是安静 四周太学院的世子 似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秦武暗赞一声 这一老一少 看起来便像是修身养性的道士 有着超脱俗流的气度 两位道人坐在山门前的道路中央 山门很是宽广 他们占不了多大的位置 但倘若赶不走这两人 便是奇耻大辱 赌门在江湖上并不常见 除非有深仇大恨 才会用上这种手段 让天下人都知道 这个门派的门户被我堵住 打的是这个门派的脸面 削的是这个门派的信心 将对方的功法 贬得一文不值 通常遇到这种事情 往往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现在道门的一老一少赌门 却是赌严康国的脸面 打的是严康国的脸 严康国师的脸 要毁灭的是严康国师 如火如荼的变法 秦牧不远处 一位身穿黄袍的皇子低声道 道门曾经是第一大派 与天魔教并列 只是最近些年有些萧陈 和天魔教一起销声匿迹 听不到道门的消息 这次道门现身 一出手就是非同小可啊 这次若是太学院 无法逼退这二人 只怕这二人离开之后 道门便会造反了 道门若是造反 凭借道门的声望 秦牧向那皇子看去 心道 倒是不凡 那位皇子突然心有所感 回头看到他 眼睛一亮 悄悄从其他几位皇子身边离开 挤到秦牧身旁 放牛的 那皇子脸蛋 有些婴儿肥 露出笑容 小声道 你真的是来京城看我的吗 秦牧上下打量他 却见这位皇子有些面善 失声道 你是 胖胖的肥七公 他刚刚说到这里 顿时醒悟过来 那位胖胖的肥七公子 可不正是女扮男装的凌玉秀 那皇子闻言 不由勃然大怒 从背后取下一口大铁锤 便要向秦牧砸过去 秦牧连忙改口 笑道 好妹子 我事才没有认出来你呢 卫兄 这位是七公主林玉秀 玉秀妹子 这位是卫庸 国公府的 林玉秀不好当着众人的面 真的砸死她 把大铁锤放了回去 卫庸吓了一跳 心里直犯嘀咕 七公主 秦兄弟从哪里把七公主勾搭过来了 皇家的姑娘 能招惹吗 要杀头的 听闻这位七公主才学过人 很有野心 不过为何连兵器也如此粗广不羁 秦牧不知她心中想法 上下打量林玉秀 只见这女孩出落得愈发漂亮了 虽是女扮男装 但却有一种薄发向上的阴气 气度不凡 而且 她虽是男子装束 但胸脯却和其他女子一样鼓了起来 也是胖胖的 并没有掩饰 从前在大虚的时候 她的胸可没有这么胖 秦牧嗅到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香味 应该是天香丝的香气 道 妹子 这些天不见 你模样变了 我在宫里的时候 差点没有认出来你 林玉秀目光流转 有些羞涩 低笑道 我哪变了 秦牧伸手在她头顶比划了一下 老老实实道 比以前长高了 比我还高 好看了一些 也比以前强壮了 你脸上和胸上的肌肉 林玉秀大怒 将她一脚踢下山崖 秦牧人在半空 颇为无辜 信心道 我又没有说她胖 为何生气 狐灵儿幸灾乐祸 道 公子说的是 这女人无理取闹 咱们不要理会她 咚 秦牧双足落地 站得稳稳当当 抬头向上看去 想要跳上去 又担心林玉秀 将她踢下来 旁边的魏庸牧师前方 一动不动 林玉秀恶狠狠看着她 魏庸额头冒出一滴冷汗 然后纵身一跃 从玉牙上跳了下去 林玉秀哼了一声 也跳下山崖 不远处的一位皇子皱眉 突然脑后原气化 做一只大手 向山崖下一抓 将她抓了回来 温言道 七妹不要胡闹 注意皇家的脸面 林玉秀直得安分下来 道 二哥 刚才那人便是一只太后奶奶的那个神医 是我的故事 二皇子脸色淡然 道 我知道 我还听小秦将军说 你在大戌中见过她 很是亲密 七妹 咱们是皇室子弟 由不得自己的 你不要胡闹 而今天下乱世 一场莫大祸乱就在跟前 倘若祸乱迸发 那就是国破家亡 我皇室都将成为丧家之犬 林玉秀吓了一跳 道 二哥 你看这个稻子的本领如何 他现在还未出手 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线 不过道门既然敢带着他前来堵门 那一定非同小可 二皇子看向山崖下的秦牧 微微皱眉 道 七妹 那个叫秦牧的 虽然是一代神医 但毕竟是大须弃明 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免得被人嘲笑我 皇家不知尊卑 林玉秀皱了皱眉头 山门前 少年模样的魔教祖师走下山来 站在那道门的一老一少面前 起手问絮 那老道士 连忙和小道士一起起身 功身还礼 少年祖师笑道 丹阳子 你带着道门道子前来 这是何意 那老道士笑道 道兄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 我道门的道主 与你一样都老了 不想看到天下宗派 成为颜康国附庸 所以要我前来 道子只堵门三天 三天时间内 倘若道子败 我道门不返 倘若三天没有人打败道子 那么天下换主 少年祖师叹道 道门一向超然 也坐不住了吗 丹阳子眼观鼻 鼻观心 道 道主看到天下大势 滚滚如潮 顺之者 心逆之者亡 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 只求一个心安理得 国师要灭天下教门 那也由他 但是道主要看一看 国师用来代替 天下教派的小学大学和太学 是否有这个资格 我道门交出一位道子 太学院占据天下资源 远胜道门 倘若交出来的世子 还不如我道门的道子 那么国师的变法 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天下也要换一位新主 我明白了 少年祖师转身离去 声音传遍全山 朗声道 太学世子听的号令 无论修为高低 皆可下山挑战 此言一出 满山皆闻 我来 一位神通者走出山门 大步向道门道子走去 那位道门道子起身 躬身失礼 师兄 那位神通者也是太学世子 早几年进入太学院 功身还礼 道 道子是什么修为 那道子不缓不及道 路何境界 那神通者笑道 我也是路何境界 我兴趋名平 今日与你为敌不适 因为私怨 而是要为太学院证明 那道子汉手 我俗名林轩 师兄请 林轩道子请 屈平眼中金光四射 陡然抱起 身形却不是向前冲 反而是后退 他的身体向后飘去 两指 捏住一口剑丸 那剑丸翁的一声 射出一道黄黄剑气 粗大如注 隐约能够看到 这是由无数剑光 汇聚成的剑筑 围绕原心疯狂旋转 屈平以剑筑为剑 一剑披落 所过之处 剑风呼啸 气势磅礴 秦木剑状不由惊讶 心头大振 严康国的剑术 竟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这是太学院中的 高深剑法吗 他的目光锐利 能够看出这一剑的 非同小可之处 屈平这一剑 看似简简单单 但实则 元气对剑的操控 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 他这一剑 看似简单的一剑 实则建筑中的 那无数剑光都是 需要用元气来驾驭 单单这一手 便让秦木感觉到 望尘莫及 这种剑法 似乎隐隐跳出了 刺挑批斩等 基本运剑技巧 发展出另一种 不被基础剑法囊括的剑术 大陆和剑法 卫庸惊呼 眼睛血亮 这是国师的剑法 只有神通者 才能修炼的神通 颜康国师的剑法 秦木心头威震 难怪他觉得 这种剑法 超出了基础剑术的范畴 没想到 竟会是颜康国师 开创出来的剑术 第132章 先天太玄宫 超出基础剑术的范畴 那就非同小可了 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秦木深知其中的困难 天下剑法 无论如何复杂 如何百变 如何创新 但都可以分解成 最基础几种剑术动作 无非是刺剑式 挑剑式 云剑式 斩剑式 批剑式 点剑式 绷剑式 挂剑式 撩剑式 抹剑式 扫剑式 架剑式 结剑式 花剑式 就算开创出 何等惊人的剑法 也都是这些剑式的组合 但是颜康国师不同 他是在这些 最基础的剑术中 增加了新的基础剑术 这是何等可怕 秦木不知道 他增加了几种基础剑术 但哪怕是一种 从前的任何剑法 都要重写 重造 否则在颜康国师眼中看来 都是破绽百出 他可以称神了 秦木压下心头的震惊 难难道 趋平施展出的 大陆和剑法 实在大气磅礴 威力至刚至猛 强大到匪夷所思的境地 秦木在大虚中 也见过几位陆和境界的神通者 但都不如这个趋平可怕 同样是太学院的世子 无药境界 与陆和境界相比 简直有了一次 巨大的飞跃一般 提升惊人 无药境界的世子 虽然也很强 但不会强到离谱的境地 在秦木看来 整个太学院所有的太学世子 根本没有他的对手 但是太学院的神通者 哪怕是刚刚晋升到 陆和境界的神通者 也强得不可思议 陆和境界 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木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凌轩到 子肘弯处的浮沉飘起 浮沉的沉思暴涨 一根根沉思聚在一起 迎着屈平的大陆和剑刺去 屈平的大陆和剑 不在基础剑术的囊括之中 而灵轩道子 以浮沉为剑 他的剑法倒是招式分明 在基本剑术的技巧之中 他的剑法 不如大陆和剑大气磅礴 但是落在秦木的眼中 便看出了不同寻常之处 屈平必败无疑 灵轩道子 只怕一招足以让他败落 他跟随村长学剑 只学了一招剑履山河 其他的都是最基本的剑术 但是他的眼光 已然要超出不知多少剑法大家 灵轩道子这一剑 也看起来简简单单 似乎就是刺向屈平披落的 大陆和剑法 但是那一缕缕沉思 却是一口口细剑 而且是千变万化的细剑 变招太多了 秦木章开神萧天眼 轻萧天眼 心头大震 灵轩道子的浮沉中 沉思百十根 每一根沉思 在刹那间变招多达十数次 也就是说 每一刹那 他的变招多达一千多次 这么多次的变招 根本无从抵挡 而屈平的大陆和剑法中 却没有这么多变招 他这一道建筑中的剑光 虽然更多 但多是使用同一种缠绕的剑势 同心旋转 层层递进 遇到灵轩道子的沉思为剑 肯定会被破绝 而且秦木还注意到 灵轩道子的基本功之扎实 直追自己 这位灵轩道子 在基础剑术上的造诣 是秦木目前遇到的神通者 和武者中最强的一个 尽管比他自己要逊色一分 但也不会逊色太多 就算是剑堂堂主 得到了秦木的传授 也要比灵轩道子 逊色一两分 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一点 屈平的剑法中 虽然有国师开创的 新的基础剑术 但是屈平的基本功 并没有达到绝顶的境地 根基不牢 就算剑法如何精妙 根基不牢 威力也无法全部发挥出来 叮叮叮叮 无数秘籍的碰撞声传来 众人只来得及看到 那一根根沉思 与黄黄建筑碰撞 接着变剑建筑当空瓦解 不复存在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 能够看到这一瞬间 双方的剑法变化 屈平被浮沉刺在胸口 咚的一声撞击在山门上 山门发出缩缩的声响 一缕缕灰尘落了下来 林轩道子轻轻抖动浮沉 沉思越来越短 依旧搭在他的肘弯 然后落座下来 眼观鼻鼻关心 气定神仙 而山门上 屈平滑落下来 他的胸口破开一个个血洞 是被沉思刺穿 那位林轩道子 还是没有痛下杀手 一根根沉思刺入他的体内时 避开了他的要害 没有伤其性命 太医署的几个太医连忙奔来 给屈平服下几粒灵丹 又撕开他的衣衫 用药膏涂抹在胸前后背上的伤口上 堵住血窟窿 好强 山门后方 太学院的诸多世子 都是心中一尘 屈平在神通境界的太学世子中 名声并不小 相反 他还是神通居中排名靠前的人物 太学院不仅有入学的大考 每年也都有一次世子大考 定世子的排名 用排名激励世子求学上进 屈平在太学院的神通者之中 位列百名以内 进入百名 其实实力已经相差不大 屈平一招败北 这说明 屈平的实力 与林轩道子的实力相差不小 这一点是最可怕的 突然 二皇子的声音 传遍在场所有人耳中 看不出两人的见招变化的 最好还是不用上场了 这句话对太学世子的打击很大 在场多数人都未能看出 屈平和林轩道子的招式变化 尤其是林轩的剑法 他身为道门道子 剑术深藏在浮沉沉思的变化之中 倘若连他的剑法变化都看不出来 上去也是自讨其辱 沈万云身边 云缺低声道 大师兄 你看出那个道子的剑法变化了吗 月清红也连忙凑过来 想要询问沈万云的意见 沈万云迟疑一下 道 我用天眼通看出他的招式变化 但是我破解不了 月清红扑斥笑道 大师兄 你若是上前 那个小道士 必然会封印了陆河神藏与你对敌 他的修为 大半都在陆河神藏中 没有了陆河神藏的修为 他施展不出这么精妙的剑术 沈万云由于片刻 摇头道 我需要再等等 看看是否能够看出其破绽 那个秦牧就在不远处 咱们过去 问问他有什么见解 三人来到秦牧所在之地 沈万云道 秦师弟 你觉得你是否能够胜过 这位道门道子 秦牧迟疑一下 道 倘若是山门前交锋 他封印了陆河神藏 我与他的胜负在五五之间 吹牛 月清红冷笑道 大吹法罗 你与他在五五之间 岂不是说 你比陆河境界的神通者还要厉害 狐灵儿指着这女子 一脸惊讶 痴痴道 公子 这女孩就是被你背靠背 撞进铜柱里的那个 我见过她的脸 月清红羞愤难当 这只狐狸太可恶了 沈万云目光闪动 道 倘若不是山门前正大光明的交锋呢 师弟你的胜算又有多少 秦牧坦然道 实诚 生死搏杀 不择手段 他没有半分胜算 其实 我很强的 沈万云心头一凸 眉毛挑了挑 开始暗暗盘算 自己倘若在生死搏杀的场面中 遭遇秦牧会有多少胜算 云雀笑道 秦师弟 你口气未免太大了些 公子 这个和尚就是 被你一拳打昏的那个 狐灵儿指着云雀惊叉道 就是这个兔瓢脑袋 我记得这个脑袋 和尚 你的衣裳还在公子那里 你打算多少钱赎回去 云雀笑容将在脸上 信信道 出家人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现在还没有 等到我有了钱再去赎 说了半天 还是个穷和尚 狐灵儿对他兴致缺缺 道 你要快点 否则公子便会把你的衣裳点当了 正说着 又有一位神通者 从山门中走出 此人气宇轩昂 相貌不俗 上前于赌门的那两个道人见礼 道 朕微笑为昆子语 赶请道子赐教 我是七星觐见 自封七星神藏 林轩道子起身 海里道 昆师兄请 沈万云眼睛顿时一亮 道 朕微笑为昆子语 他也从边关回来了 卫庸连忙问道 大师兄 这个昆子语的本事如何 沈万云没有回答 旁边的月清红道 我太学世子都是八品官 而朕微笑为则是六品官 昆师兄的六品官 是在边关厮杀换来的 你可想而知他的实力 他在上次神通者大考中 位列太学院前十 魏庸肃然起敬 能够在战场搏杀 搏得功名 升到六品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秦牧对此了解不多 向他们打听 沈万云道 太学世子每年都要下山历练 有国子建陪同 多数都是去边关 也有去大虚的 也有去天公署 倘若立功 便会加官进绝 太学院中许多世子都是六品官 有些还是五品 秦牧赞叹 严康国这是在培养官员 太学世子 从太学院出来之后 直接便可以赋予实职 放到地方上为官 或者直接去军众 昆子语的战力惊人 即便自封七星神藏 他的实力也超越了曲平 而且相比曲平 他的本事更适合实战 一边催动法术 一边空剑 剑法却不拘泥于招式 而是随机应变 他与林轩道子 竟然杀到空中 在半空中交锋 空中一道道 剑光闪电班来去 伴随阵阵雷音 一道道雷霆 向林轩道子劈去 而昆子语柔身近战 视如奔雷 他显然也同时修炼了一种 极为强悍的战绩 这一战精彩分成 让下方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赞叹不已 秦牧皱了皱眉 向沈万云道 大师兄 道门的功法非同一般 是什么来头 沈万云摇头 只听背后一个厚重的声音道 道门经典 先天太玄宫 与天魔教的大玉天魔精 齐名的正道玄宫 昆子语只怕要败了 第133章 九龙帝王宫 秦牧回头看去 只见刚才 站在林玉秀身边的那个皇子 不知何时来到他们身后 好像是林玉秀的二哥 面如止水 也在看着半空中的对决 林玉秀也跟着他从玉牙上下来 站在二皇子的身后 就在秦牧回头的一瞬间 昆子语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扑通摔在地上 他与林玄道子近战 双方掌力碰撞的刹那 他的元气被对方 以先天太玄宫击溃 然后招式被迫 从空中跌落下来 沈万云眼角跳动 心中一片冰凉 我只怕不是对手 他的战力太强了 哪怕封印了其他神藏 只保留五药境界 我也很难胜过他 不 他暴露得越多 便越有可能被我看出破绽 我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说不定能不寻到他的弱点 先天太玄宫 秦牧还是头一次见到 能够与霸体三丹弓并列的功法 这位林轩道子 所施展的功法极为强悍 他的修为同境界 并不如秦牧魂厚 但是元气的质量 却是极高 远超同柴 刚才秦牧看出 林轩道子的元气 精纯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所以才有此疑问 大玉天魔经被称为 能够成神城魔的经典 道门的先天太玄宫 能够与大玉天魔经齐名 足渐非凡 道门与天魔教 一正一魔 是正道和魔道的两大圣地 倘若再加上佛门的大雷音寺 那就是三大圣地 除了这三大派之外 还有一些隐匿的圣地 名声不鲜 但也时不时出来走动 道门的道子出现了 大雷音寺不知道 也会不会出来堵门 狠消国师的脸面 秦牧心道 二皇子常常吸了口气 向山门外走去 凌玉秀连忙道 二哥 你出去做什么 我也是太玄世子 又是皇室血脉 岂能不占 二皇子眼中金光四射 我们凌家 是打出的皇帝 不是靠文武百官捧出来的皇帝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秦牧不禁赞叹 这才是皇子 凌家能够做皇帝 成为高高在上的皇族 的确不是偶然 太玄世子凌玉说 请道子赐教 二皇子走到凌玄道子面前 攻身失礼 抬头肃然道 道子是否要歇一歇 恢复元气 凌轩道子点头 道 请凌师兄稍等片刻 秦牧机长赞叹 道 换作是我 也会歇一歇 那位凌轩道子听到这话 循着声音向山门后看来 目光落在秦牧的脸上 看到秦牧的眼睛 心中一灵 秦牧抱以微笑 凌轩道子也露出笑容 点了点头 向身边的老道人道 单阳子师叔 我看到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两层眼瞳 似乎能够看破我的虚实 单阳子脸色淡然 心如止水 不为外动 不要自乱阵脚 颜康国师 号称神下第一人 这太学院中 自然有些厉害人物 凌轩道子继续调整气息 恢复修为 他催动先天太玄弓 只见一尊小小的灵胎 竟然浮出他的眉心 坐在他的面前 坐下是一个悬坛 这灵胎呼吸吐纳 身前身后 又浮现出五顶滑盖 从星空中 牵引来浓烈的心灵 滑盖之下 隐隐浮现出五尊神魔 极为可怕 这是五要神藏形成的异象 五顶滑盖浮现出来之后 又见六道圆轮环绕 陆河神藏形成的异象出现 秦目眯了眯眼睛 显天太玄弓 的确非同反响 这位灵轩道子的功法 与众不同 但是更加正宗 惶惶大气 其功法的复杂程度 与霸体三丹弓相比 也不遑多让 正到第一门派的道门 的确反响 灵轩道子恢复完毕之后 站起身来 向二皇子灵御书宫身剑礼 灵御书还礼 起身之时 陡然元气爆发 龙鸣虎啸 煞时间 山门前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龙威从这位皇子的体内爆发出来 二皇子灵御书脚步移动 身形有如游龙 五指插开 五指如龙 五条龙气冲出 在半空中脚腾变化 凶恶异常 向灵轩道子扑去 五龙脚杀 灵御书五指向下一扣 五条龙气将灵轩道子照在其中 龙身盘绕在灵轩道子身上 五条大龙脚杀 张口向这个少年喷出真火 烈火熊熊 他的速度极快 五龙扑出的一瞬 他的身形便已经来到灵轩道子身旁 抖手聚气为剑 剑身龙盘 刺入五龙罩内 五龙罩内 灵轩道子 被那熊熊真火浇变全身 但是身体 却露出如玉般的光泽 五龙真火 竟然不能伤到他 二皇子的剑刺入五龙罩内 灵轩道子 抬起浮沉迎上 浮沉沉思缠绕在龙剑之上 二皇子顿足 大地震动 一条条大龙从地底破土而出 从下上向灵轩道子扑去 灵轩道子 一掌破开五龙罩 腾空而起 一根根沉思如剑般划过 切开一条条大龙的头颅 然后避开从下方射来的剑光 法术流派 勤募惊讶 二皇子一连串攻击 竟是法术流派的打法 但却像是战绩流派一般 刚猛霸道 犀利异常 将法术施展得如此霸道 如此强大 真是艺术 秦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打法 妹子 你们皇室的攻法很厉害呢 秦牧向灵玉秀道 灵玉秀得意洋洋 那是自然 我二哥修炼的是九龙帝王宫 不比道门的先天太宣宫差 我二哥可是有官职在身的 是五品游戏将军的 二皇子腾空而起 足下两条龙器化作龙形 摇头摆尾 在空中急奔向灵玄道子冲去 他的法术之精妙 令人叹为观止 这也难怪 太学院本身便建立在 九条龙脉汇聚之地的中心 九龙之气无比浓郁 再加上二皇子是皇家的身份 本身便是借助龙器修炼 太学院对其他人来说是圣地 对他来说 更是圣地中的圣地 采集龙器修炼 事半功倍 他的元气雄浑充沛 施展如此霸道的法术 也丝毫不见元气损耗 这正是九龙帝王宫的厉害之处 秦牧看了片刻 道 妹子 你二哥要败了 灵玉秀心头威震 突然半空中的对决已然落幕 二皇子灵玉书遭遇灵轩道子的反击 灵轩道子师展出了法术 以法术对法术 道门神通的法术威力 丝毫不逊九龙帝王宫 与此同时 灵轩道子手中的浮尘飞出 一根根沉思猛然张开 沉思暴涨 化作一根根细剑 旋转切割 疯狂攻向灵玉书 灵玉书以龙剑抵挡 但根本挡不住如此之多的细剑 眨眼间身披竖创 不得不落地认输 灵玉书的落败给太学院的震动变很大了 毕竟他是皇家的二皇子 自身的本事超群 再加上太学院和皇家的刻意栽培 灵玉书是太学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连他也被灵轩道子击败 太学院中几乎再也找不到 能够与这位稻子对阵之人 月清红看了看秦牧 道 五五之间 我们太学院已经被人堵门了 你还不上去 秦牧纳闷 道 我为何要上 月清红哼了一声 激将道 你不是说你对上这个稻子 胜负五五开吗 秦牧摇头 我刚刚成为太学世子 只在寒光殿听了一堂课 没有学到太学院的武学 就算打赢了又能如何 也不能算是太学院的本事 而且 我是大须弃明 你们原本想赶我走 现在又想让我替太学院出头 还有这等好事 月清红气节 云雀和尚道 但是你是我太学院的弟子 太学院有难 你怎能不帮 秦牧笑道 太学院这些年 难道便没有一个 可以匹敌道子的天才 而且 国师的弟子 不还是没有出现吗 国师乃是天下第一人 他的弟子自然非凡 有他的弟子在 我何必越阻带袍 众人心头危震 又生出点希望 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 他的每一位弟子 都极为出色 倘若国师弟子前来 说不定能够战胜 这位盗门盗子 林玉秀轻轻簇眉 低声道 可是国师的弟子 都不是太学院的世子啊 说话之间 又有几位太学世子上前 但无一例外落败 甚至还有人打算用车轮战法 想要消耗 林轩盗子的元气修为 不给他休息时间 但这种想法太卧错 很快便有国子剑前来制止 林轩盗子连胜十多场 面色却罕见地凝重起来 向身边的丹阳子道 师叔 太学院非常可怕 丹阳子轻轻点头 轻声道 这些太学世子都很强 倘若这些世子成长起来的话 没有哪个教派 能够与之抗衡 内行人看门道 虽说太学院还没有出现一个 能够战胜林轩盗子的人物 但出来 挑战的每一个世子 都极为厉害 在同境界之中 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强者 最为可怕的是 这样的强者 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 像盗门这样的大派 能够培养出一个两个 像盗子这样出类拔萃的存在 而像屈平 昆子语这样一等一的强者 却是不太多 但是在太学院中 这样的强者到处都是 这就非常可怕了 林轩盗子的目光越过众人 落在秦牧身上 秦牧似有所感 林轩微笑还礼 心中纳闷 太学世子中 不是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 但是他 为何不出来向我挑战 第134章 请国师 玉山山顶 太学殿 太学院的各殿国子健 国子祭九 和秘书奸西术到场 一个个面色阴晴不定 时不时外面有人赶来汇报 听到这一个个消息 众人的脸色更是难看 只有圣人座上 少年祖师 依旧脸色淡然从容 丝毫不以胜败为意 这时 外面传来的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祈禀大祭九 道门道子 打败了二皇子 道子打败了南平王世子揪野 道子击败西平王躲躲郡主 天策府临时记也败了 林秋鹤被道子击杀 过了两久 终于没有人前来报训 但是众人的面色 也难看到了几点 没有人前来报训 说明没有太学世子 继续挑战林轩道子 太学院的世子 已经被这个年纪轻轻的道子 打消了一身的傲气和锐气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赌门 一位国子祭九咒媒道 我太学院开院这么多年 教导出的高手无数 为国家栋梁 难道便挑不出一个 能够与道子抗衡的人物 一位国子健摇头道 有是有 这些年来总有三五个天才 不比道门道子逊色 不过这些人物 已经不再是世子 他们离开了太学院 去朝廷做官了 我们太学院 与这些江湖门派不同 江湖门派没有离开门派一说 但从我太学院离开 便不再是世子了 众人吐出一口浊气 凌云道人叹道 难道就让这个道子堵门 未免也太窝囊了吧 众人沉默不语 突然 青阳殿的法庆禅师道 此事尽快上报国师 让国师弟子前来 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 大和尚 国师弟子并非是我太学师子 就算击败了道门道子 难道还能让道门服气不成 正在此时 外面一艘楼船悠悠 停靠在玉山山顶 那楼船上走下来 几个年轻人 静子来到太学殿 为首一人攻身道 诸位老师 学生几人乃是国师门下 国师听闻道门道子前来滋事 因此命我等前来 殿中诸位祭久 国子健和秘书间对视一眼 各自齐刷刷向少年祖师看来 一位秘书间沉声道 大祭久 国师弟子并非是我太学院的世子 能否代表我太学院出战 这是还需大祭久来决断 霸山祭久一脸大胡子 陡然拍案抗声道 胡闹 国师弟子击败道门道子 又能如何 国师的弟子是按照旧俗栽培出来的 是国师独自教导 与那些门派栽培弟子没有区别 此事若是传扬出去 到了道门的耳中 道门必定造反 道门反叛 天下正道皆反 这个罪责要我们谁来承担 谁担得起 那位秘书间怒道 你是祭久 你有礼 你说该怎么做 怎么做 霸山祭久哈哈大笑 吏声道 怎么做也比你们秘书间好 你们秘书间天天看管那一楼的破书 美其名曰研究道法神通 这些年研究个屁出来 你们若是有能耐 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供的道法神通 也不至于让我们的世子这么尴尬 连别人赌门都毫无办法 太学殿中一众秘书间勃然大怒 纷纷呵斥道 我们研究出的道法神通 还不是传给了你们 是你们这些国子剑和祭久无能 教不出好柿子 说得好 譬如说 这个太医殿 做什么吃的 天天叫柿子炼丹采药 正事都不做 动不动就是这个柿子中毒吐血了 那个柿子中毒脸黑了 倒还要连领凤落 太医殿的诸位太医 也是国子剑 闻言大怒 由太医气地发抖 颤唯微微道 若是没有我们太医殿救死扶伤 这些世子单单中毒 或者走火入魔 都要死掉大半 秘书间无能 让你们整理各交单方要方 你们迟迟没有交上来 太后的病 还是一个矛头小子治好的 你们何不死 老东西 先死的是你才对 你们太医殿治不好太后的病 还是一个矛头小子治好的 你怎么不拔根结毛上吊自禁 太学殿中众人炒作一团 越吵火气越旺 看到那几位国师弟子 都是面面相去 过了片刻 霸山祭九突然笑道 好了 好了 不要吵了 咱们拿不出个主意 这里不还有当家的吗 大祭九 你一下如何 众人纷纷向圣人座上的少年祖师看去 少年祖师揉了揉太阳穴 显然也是被他们吵得头疼 道 国师弟子毕竟不是太学士子 倘若国师弟子出战 胜过了道门道子 道门也会抓住机会造反 这样的话 他们造反师出有名 反而会让帝国陷入被动 所以 请国师来吧 众人都是微微一正 不解其意 即便是那几位国师弟子 也是露出不解之色 道门都是些死脑筋 少年祖师站起身来 微笑道 他们只认死理 想要作弊骗他们 是骗不过的 既然如此 那就真刀石枪地来 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奖了吧 从前他还是经常来的 传授道法 剑法神通 有些世子 还算是他半个门生 你们几个回去 请国师前来 为太学师子授验 那几位国师弟子各自一正 躬身乘势 纷纷出殿 登上楼船离去 霸山祭九若有所思 笑道 大祭九 你的意思是 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 然后让我太学院的弟子 击败盗门道子 少年祖师含笑点头 霸山祭九竖起三根指头 三天呐 只有三天的时间呐 老爷子 国师三天能够交出一位 战胜盗门道子的天才 你信吗 信 少年祖师笑道 霸山 你不要小聚了国师的能耐 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 本是超出你的想象 而且 他来到太学殿门前 看向山下的山门 心中冷笑一声 这臭小子 无力不起早 我本以为他会按捺不住 与盗门道子较量一番 没想到 他竟能这么沉得住气 也好 这次顺带请颜康国师过来 便宜他了 国师福 大祭九请我前去开讲 颜康国师听到这几位弟子的回话 微微一正 这个老狐狸 又闹什么 他把你们说为太学院的世子 只是大印一概的问题 还至于非要我前去 一位弟子道 大祭九的意思是 道门只认死礼 倘若知道我们是师尊的弟子 必然不会承认 趁机造反 国师笑道 道门的确是死脑筋 我早年 曾经见过道主 的确是这个臭脾气 只认死礼 也罢 我过去一趟 请小毒王来 辅元清来道 国师给他一个匕首 道 你见过我的伤口 现在将伤口在我身上弄出来 做得像一些 辅元清吓了一跳 持着匕首在他胸前描画一番 弄得颜康国师身上血淋漓的 然后又用血做颜料 让伤口显得更加真实 让伤口有点腥臭味 颜康国师目光闪动 道 辅元清在伤口上撒上一点粉末 这个伤口变得有些腥臭 但并不重 颜康国师道 再撒上一些香料 辅元清一眼撒上香料 用香味盖住新臭味 颜康国师换掉身上的衣裳 想了想 又命人拿来胭脂水粉 命一个丫鬟 在两颊铺 铺上病态的潮红色 做好这一切 颜康国师笑道 现在可以瞒过反贼耳目了吧 辅元清笑道 你的意思是 太学院中有反贼 那么 国师最好带着一些高手 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 太学院这么大 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 颜康国师明白他的意思 道 不过这里是京城 谁敢在这里杀我 至于太学院 那里的高手比皇宫里还多 不至于再带高手 你跟上来吧 免得太后娘娘趁虚而入 闯进来把你杀了 府员轻松了口气 他的本来意思 就是希望颜康国师 能够带上自己 免得太后娘娘 趁机对他痛下杀手 太学院 突然钟声响起 传遍全山 守在山门前的诸多太学世子 听到钟声 立刻纷纷上山而去 勤募不解 灵欲秀道 这是召唤太学世子集合的钟声 听到钟声 便要去太学殿前集合 大忌久多半有事要说 魏庸忧心道 难道是因为打不过这个道门道子 要解散太学院 诸多世子向他怒目而逝 魏庸连忙缩头 带来到山上 只见太学殿前 已经是人山人海 无论皇子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世子 都集中在这里 过了片刻 人已经到齐 少年祖师笑道 国师 请吧 第135章 绕见诗 颜康国师出现在太学殿前 笑道 大忌久 那么我便见悦了 傅元清跟在他身后 四下打量 微微皱眉 哪个才是我的小师弟 秦牧解开太后娘娘身上的千基毒 他借着重演 看到秦牧的相貌 这里人太多 他一时间也找不出秦牧的位置 少年祖师笑道 你原本时不时前来 做个国子剑 给世子授课 只是最近几年不来 算不得渐远 请 颜康国师走到台阶前 环视一周 道 大忌久 盛情难阙 今日我开谈奖剑 只讲两日 不谈其他 霸山忌久小声嘀咕道 不是三日吗 少年祖师瞥太眼 到门赌我太学院门户 只赌三日 现在已经过了半日 国师若是讲三日 黄花菜都凉了 大山忌久探道 国师好不容才来讲课 竟不能多讲两日 真是汉事 国师亲自开讲 相当于大雷音寺的如来讲经 道门的道主传法 天魔教的教主授夜灌顶 何其难得 颜康国师徐徐夺步 从台阶上走下 悠然道 何未见 剑是否被定型被定性 我深不以为然 有人说剑有万千招式 也有人说剑只有十四招 刺 挑 云 斩 劈 点 崩 挂 撩 磨 扫 架 结 花 谬论严 他走下来 让下方的诸多柿子顿感压力 仿佛一口锋利无比的剑 高悬在他们的头顶 将皮尾皮 那种无皮的气势 似乎要撕开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灵胎 他们的意识 他们的魂魄 剑若是被固定 那就不再适当 大道无边 岂能只有十四招 他一步一步迈下 那股压力越来越强 声音却平平淡淡 突然间 他的声音仿佛一口口利剑刺入众人耳膜 剑 为何不能是声音 剑为何不能是光 为何不能是色 为何不能是元气 为何不能是一个眼神 他的目光 从下方的诸多柿子面上扫过 不知多少柿子 忍不住纷纷拔剑 横剑变挡 却什么也没有挡住 不由惊得一身冷汗 严康国师微笑道 如此看来 剑还是只有十四招吗 秦目额头冒出冷汗 这才知道 严康国师的厉害 村长教他十四招 最基础的剑术 秦目将这些基础剑术 化作数字 任何剑招 他只要看过一遍 都可以复原 当时 秦目以为 这便是剑的极致 而现在 严康国师 显然在传统的剑法基础上 别出基注 对传统的剑法加以发展 他的思维更开阔 因此创造出了 十四基础剑士之外的 基础剑士 非凡的成就 难怪是神下第一人 秦目心中赞叹不已 严康国师的思维太超前了 或者不能说是超前 而是他推动时代再向前进 推动神通道法再向前进 推动这个时代的人向前进 所以我在十四招基础剑术的基础上 又开辟出几招 这两日 我便教你们 这几招最基础的剑术 其他剑术 一概不讲 严康国师停下脚步 脸上的笑容消失 神色肃然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 剑可以是光 可以是声 可以是色 可以是眼神 所以 剑不需要固定的形态 它可以长可以短 可以硬也可以柔软 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 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 便可以学习我的剑法了 我的剑法第一招 绕 它指尖移动 顿时无数细细 如同剑光的元气涌出 化作一道剑柱向前刺去 这便是绕 这是大陆和剑法中的招式 看起来是刺 但其实剑柱 是由无数道剑光缠绕而成 这些剑光再不断流动 不断变换位置 秦牧曾经在屈平身上 见过类似的剑法 不过屈平施展出的是P 刺和P 看起来都是基础剑招 但是组成基础剑招的内在 却是颜康国师的绕剑式 绕剑式与十四基础剑式中的 缠剑式还是有所不同 缠剑式是剑柄发力 缠住对方的兵器 而绕剑式聚集力量 迸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击 颜康国师所施展的绕剑式 与屈平最大的不同 便是他的剑中 每一口剑的变化不同 而屈平空剑 每一口剑的变化相同 所以被林轩道子 以浮沉为剑所击败 倘若换作颜康国师 足以挡住林轩道子的浮沉 不仅如此 颜康国师这一剑 在秦木看来 是一个整体 它的建筑 是由无数道剑光组成 每一道剑光 都是一个个体 但是它一剑次来 却是一个整体 想要破解它的这一剑 便必须要在对抗建筑时 压过建筑的威力 才有可能破解建筑中的 每一道剑光 林轩道子 用来对付屈平的手段 用来对付它 压根没用 颜康国师的基础 和我一样扎实 比林轩道子 还要扎实一些 秦木惊叹 怎么会有这样的存在 简直是一尊天神 颜康国师 在台阶上 细细讲解绕建筑的 发力诀窍 讲得极为细致 给秦木的感觉 仿佛是村长 在叫它建筑一般 绕建筑是对基础建筑的延伸 秦木十四招基础建筑 已经无比扎实 而且经历过村长的教导 他学习这条建筑并不困难 一点就透 一说就明 听得如痴如醉 但这只是他 其他人听到 颜康国师的讲解 都是在苦苦思索 有的干脆不思索 而是用心铭记 还有的以元气空笔 飞速记录下 颜康国师的话 打算今后慢慢参悟 能够当场听懂 并且参悟透彻的 毕竟还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茫然的神态 颜康国师讲完绕建事 道 诸位世子 你们可以施展一遍了 诸多国子剑 秘书坚和季九 纷纷打起精神 他们刚才也在听讲 听得入神 不过现在不得不打起精神 目光落在下方的千余位世子身上 国师让他们是剑 其实是想看看 这些人中 是否有值得关注的人物 悟性强的人 肯定要挑选出来 等待两日后 去与林轩道子对决 太学殿前 一个个世子 开始笨拙地尝试 试图以自己的元气化作剑气 施展绕建事 有人控制不住一道道剑气 元气崩散 四下射去 险些伤到身边的世子 引起一片骚乱 也有人聚气为剑主 但是操控剑气同行旋转时 却死活转不动 直来直去 也有不少神通者 已经学过太学院所教的 大陆和剑法 大陆和剑法 本身便是严康国师所创 他们学过 自然使得有模有样 还有几人得到严康国师的点拨 剑法更上一层楼 虽然没能得到绕剑式的三昧 但威力比从前大大提升 也有人极为聪慧 虽未学过绕剑式 但得到点拨之后 竟也参悟出其中的几分奥妙 将建筑施展出来 尽管剑法变化尚且晦色 但一次比一次灵活 秦慕也在尝试施展绕剑式 不过他随即皱紧眉头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元气丝 别人的元气细如发丝 所以施展出建筑时 建筑是由无比纤细的剑气组成 而他的元气丝手臂粗细 用这么粗的元气丝施展绕剑式 那么形成的建筑 会有多粗 少年晃了晃脑袋 这么粗的建筑 已经不是建筑了 而是剑锋了 一座由剑气组成的山峰刺过去 我的元气虽然浑厚 但也没有浑厚到这种程度 这样的剑锋 我施展不来 秦慕身边 即便是小狐狸 也在有模有样地学着绕剑式 魏雍 云雀等人已经尝试 让剑气旋转 林玉秀和沈万云的进步最快 唯独他在发呆 过了片刻 秦慕尝试着 放出一道手臂粗的元气丝 心道 既然不行 那么我是否可以用绕剑式 将我的元气丝分解 他想到就做 立刻兴致勃勃地 尝试着用颜康国师传授的方法 分解自己的元气丝 他的元气雄魂壮硕 而且极为精纯 难以练气成丝 尤其是修炼了单心觉之后 元气愈发精纯 村里人也都没有教过他 如何练气成丝 因为剑数最高的就是村长 而村长只教他一招剑法 十四招剑式 其他的一概不问 愿由秦慕的元气丝 茁壮成长 秦慕这次 也是脑中闪过一丝灵光 觉得用绕剑式来练气成丝 一定会有所成 颜康国师传的绕剑式 的确精妙非常 很快他便抓到诀窍 露出喜色 太学殿前 少年祖师的目光落在秦慕身上 不由微微皱眉 这个混小子不去学剑术 在那里捣过一根棒子做什么 不远处的沈万云 看到秦慕的元气棒子 露出笑容 他虽然很强 但是悟性却一般般 远不如我 就在此时 秦慕突然狂喜 哈哈大笑 声音如雷 响彻全场 成了 终于成了 苍天有眼 我终于练成元气丝了 第136章 梦游 太学殿前 千余位世子和国子剑 秘书间 祭酒统统呆滞 目光向着笑声所在地看来 一位世子茫然道 他练成了什么 旁边一位世子 也是有些茫然 他说的好像是元气丝 我可能听错了 那些位国子剑秘书间和祭酒 也是一脸尴尬 哭笑不得 霸山祭酒失笑道 有趣的小家伙 元气丝是一切剑法的基础 他连元气丝都没有练成 是怎么成为我太学院的世子的 会录哪位考官进来的 霸山祭酒 你前段时间不在太学院 不知道他 一位国子剑笑道 那个混小子 名叫秦牧 是大须里来的器名 打赢了凌云道人 被皇帝清点为太学世子 皇帝清点 谁敢不让他进来 大须的器名打赢凌云 而且皇帝清点 霸山祭酒看向凌云道人 冷笑道 凌云 你放水了 皇帝也受惠了 凌云道人又羞又木 自己当时被秦牧打出了传阳殿 刺空了两个剑侠 在皇帝和文武大臣 以及这些同僚和世子面前 大打出仇 这还叫放水 有这样受惠放水的吗 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 不过霸山毕竟是祭酒 是仅次于大祭酒的人物 他轻易不能得罪 只得本着脸不说话 免得惹来一身骚 毕竟这个霸山祭酒 是太学院出了名的嗓门大 而且说话不留情面 太学院的谣言和各种乱七八糟的消息 基本上都是他散播的 因此被地里被人称作霸大罪 跟他争吵 第二天连鸡卷里的鸡 都会知道自己丢人的事情 而不远处的府原青 则是心中一阵惊喜 那就是我那位师出同门的小师弟 看起来傻乎乎的 师尊也嫩无能了些 竟然寻了个呆头鹅 一看便很好欺负 苦修七八年 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 秦牧喜不自胜 难掩心头的激动 看着面前的元气丝 他现在终于可以不必施展 粗壮无比的元气丝了 现在他的元气丝也可以很细腻 在他执掌之间 元气丝在轻轻流动 细如毫发 很是完美 倘若细看 便可以看出 秦牧的这道元气丝与众不同 这道元气丝 其实是一口口纤细无比的剑气相连组成 每一口剑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不断绕动 但是偏偏元气丝运转起来 却灵活无比 丝毫看不出 元气丝竟然也有结构 不知道我的元气丝 可以施展出多远的剧脸 秦牧东张西望 想要试试看 自己的元气丝 能够延伸出多远 突然他的目光 扫过颜康国师 不由微微一震 颜康国师正在看着的手 目光落在他的指掌间 游动的元气丝上 他似乎感觉到秦牧的目光 微微抬起目光 两人的眼神相逢 颜康国师露出笑容 低声道 有点意思 秦牧收回目光 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里人太多 容不得他实验 颜康国师又等了一段时间 开口道 好了 现在将你们第二种基础剑士 游剑士 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 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 因此 剑可以游 如龙游 如蛇游 如鱼游 如凤凰熬空 如仙神岛空 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术 秦牧精神一震 颜康国师开创出的第二种基础剑术 依旧令人耳目一新 大开眼界 仿佛有一扇门户被推开 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一般 太学院我算是来对了 祖师有仙剑之名 他心中暗道 山门前 丹阳子抬头仰望 只见御风上弓却重重 很是深沉 山上草木御御 被九龙之气 轻染成玉色 而山上颜康国师的声音 偶尔被风传来一两句 令他听到之后 只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丹阳子诗书 林轩道子也隐约听到山上传来的声音 迟疑一下 道 我只能听到他一两句话 便大为授意 我倒觉得他 丹阳子笑道 但说无妨 林轩道子鼓起勇气 道 我虽未将他指点世子的话听完 但是他的剑法 的确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境地 我道门传下来的功法 尽管底蕴身后 包罗万象 但是他的见解 却超出我道门 弟子以为 丹康国师 或许真的是想推动道法神通的发展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堵门 丹阳子笑道 道子 除了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这才是处事之道 丹康国师的才华无人否认 早年他见道主 道主也期许 他是五百年一遇的天才 将来是要成为圣人的 可见道主 对他评价之高 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 反倒作恶呢 林轩道子不解 丹阳子冷笑道 凭他之力 他完全可以推动神通道法 但是他却狼子野心 要降服各大教派 不给各大教派一条生路 这是其一 其二便是丹康国师 竟然用天魔教的教义 天魔教乃是伟道 假圣人之名 行魔道之时 丹康国师 丹康国师与天魔教为伍 是我正道之敌 林轩道子心中凛然 道 正邪不两立 他与魔道为伍 越有才华 威胁越大 丹阳子点头 道 他开设小学大学和太学 却有其益处 但是也有弊端 你自幼便得到道主的教导 一直教导 你到现在 丹康国师的小学大学和太学 那些老师和国子健 能有道主的本事和见识吗 丹康国师开小学大学和太学 看似让许多人得到机会 修炼成为高手 这才是我道门反对他的根本原因 他面色凝重 道 道法神通 是天才推动的 如丹康国师一般的天才 大部分人 毕生都是庸庸碌碌 只知道学何用而已 无所作为 不知开拓进去 丹康国师 断了天才之路 唯祸深远 他推广着小学大学和太学 一时间只见人人都是高手 都狠了得 但是也人人都碌碌无为 就像做月饼一样 是一个模子唠出来 谁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 门派有门派存在的道理 他若是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道门誓死与他为敌 林轩道子乘世 心中战意雄雄 丹阳子笑道 你敌视严康国师可以 但不要敌视严康国师的道法神通 免得浅了自己的眼见 严康国师这次开讲 讲了足足两日 不眠不休 有许多人坚持不下去 昏昏欲睡 有的干脆在太学殿前睡着了 也有人下去休息 秦目与几个修为浑厚的世子 倒还神采奕奕 专心听讲 只是他是五妖境界 而人家却是陆河 七星境界的神通者 严康国师讲的第三式基础剑士 叫做钻 也极为古怪 单剑士的时候 剑间飞速旋转 善于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 而多剑士的时候 则更是恐怖 许多口剑组成一个巨大的钻剑士 无坚不摧 两天时间 他只讲了这三种剑士 之后便没有再传 而是让太学院世子提问 他来解惑 待到解惑完毕 严康国师便起身 向少年祖师笑道 我给这些世子 留下半日睡觉休息吃饭的时间 之后的事情 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 少年祖师笑道 国师才华无双 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 严康国师点头 道 对我剑术者 一两人而已 大祭酒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对了 你真的要辞过而去 少年祖师点头 命不久矣 不必再贪恋权势了 严康国师感慨道 你何时贪恋过权势 你想要做官的话 这国师的位子 我都可以让给你 只是你不乐意罢了 你是我半个师父 你若是走了 我很伤心 我的道友 又少一人 少年祖师笑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严习 出生入习 死则散习 你我也该分别了 严康国师仰面观天 难难道 天上真有神仙吗 倘若你成为天上的神仙 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 那该多好 他摇了摇头 登上楼船 楼船栩栩栩驶驶离太学院 擅访的伙夫推着车来到太学殿前 让每个世子席地而坐 在殿前就餐 然后少年祖师一声令下 命中世子各自回到住所休息半日 终响则醒 秦牧等人返回世子居 经过沈万云的住宅时 只见沈万云还是未睡 正在勤修苦练 沈师兄值得学习 秦牧大受鼓舞 回到住所 将已经睡着的小狐狸放下 然后徐徐夺步 催动霸体三丹弓 速度渐渐加快 陷入半睡半醒的修炼之中 没过多久 沈万云看到秦牧呼啸 从他门前奔过 连忙追过去 只见秦牧眼睛半睁半闭 漫山遍野地狂奔 不由恶然 梦游 第137章 少教主与道子 秦牧目前的状态 看起来的确像是梦游 在睡梦中挤走狂奔 但偏偏还能看到四周的景致 能够躲避障碍 让沈万云纳闷的是 秦牧在奔走的途中 竟还不断施展出拳法腿法 打得虎虎生风 他还时不时拿出一口杀猪刀 劈来砍去 秦师弟实力如此之强 却还比其他人用功 连睡梦中也不忘练功 虽然他悟性差了点 但这种情分 值得我学习 沈万云大受鼓舞 回到住所 勤修苦练 不过 秦牧并非完全睡着 他的状态与梦游不同 这是他独到的修炼之法 霸体三丹弓 在修行上 有着异于常人之处 练弓时急走奔行 修炼速度更快 而且他的大脑处在休息之中 施展拳脚招法 都是身体的记忆 秦牧这些年在大虚中 都是靠这种修炼方法 使自己突飞猛进 只是到了颜康国 学习颜康的风俗 所以才没有继续按照这种方式修炼 秦牧奔行了两个时辰 然后醒来 神采奕奕 这时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 休息够了吗 秦牧连忙转身 道 祖师 此时山上没有其他人 即便是那些祭酒 国子剑和秘书间 也都去休息了 国师讲法 他们也听了两日 不眠不休 需要调整一下 少年祖师笑道 国师讲法 你有何感想 秦牧赞叹道 国师 天神般的存在 想人不敢想 做人不敢做 的确无双 少年祖师迈不向山下走去 道 国师所教的剑法 你学的怎样 不敢说学会 但是有所心的 秦牧道 我随村长学剑 自以为已经进的剑法奥妙 没想到 还有我不曾学到的地方 少年祖师道 学无止境这句话是错的 应该是创无止境 只靠学 一辈子都在学 成不了自己的东西 创造才是没有边界的 你现在还小 还需要汲取他人所创的东西 等到你有了一定的积累 便要试着创造 一直学 你始终是学生 但是只要创造一招 你便是宗师 他们走到玉牙前 只见太学院的山门前 一老一少两个道人 还坐在那里 少年祖师似笑非笑道 我请国师前来 为的就是给你传到讲法 他已经讲法两日 你得到了这么大一笔好处 还不下去 秦牧凯然道 只要祖师一声令下 弟子敢不从命 少年祖师冷笑一声 飞起一脚 将他踢下山崖 臭小子嘴上说得好听 人家堵住山门这么久 也不见你动弹 不给你好处 你能这么爽快 还不去 秦牧落地 揉了揉屁股 向山门外走去 此刻 山门前后都没有太学士子 这些士子还在睡觉休息 只剩下门外的两个道人 不远处 还有一头守着山门的异兽 长着龙手麒麟身子 被链子拴住 正在假妹 林轩道子见到秦牧走来 心头微震 看向丹阳子 师叔 丹阳子抬起眼皮 看了秦牧一眼 道 你去吧 国师教导世子 为的就是栽培此人 你不用患得患尸 林轩道子乘势 站起身向秦牧迎来 两人气急交感 各自停下脚步 躬身失礼 秦牧道 太学士子秦牧 见过林轩道子 我五药境界 林轩道子肃然道 道门林轩 见过秦牧世子 我陆和境界 自封陆和神藏 他将自己陆和神藏封印 秦牧道 道子使用兵器吗 他从背后摘下一根竹杖 又取下一口杀猪刀 再摘下铁锤 然后取下少宝剑 林轩道子正要说话 丹阳子突然道 不用兵刃 只用道法神通和 近战功夫 林轩道子不解 将自己的扶尘放下 道 既然秦兄这么说 我便不用兵器 丹阳子暗自松了口气 目光从少宝剑上一开 用兵器的话 吃亏太大 这口剑的形状 让他有些心惊肉跳 剑翘鱼龙为口 有些像是一品大猿的配剑 倘若是真的 林轩道子的扶尘一碰就断 那就没必要较亮了 秦目露出笑容 眼中突然多出两层眼瞳 神霄天眼轻霄天眼 悉数开启 他脚下的地面猛然沉降 一块块青石板炸裂 地面上的碎石 也被震得悬浮起来 哈 秦目吐气开声 一拳轰出 那刚刚悬浮起来 数以百计的碎裂青石 在他这一拳震荡之间 又变得细碎 最大的石子 也不过仅有豆粒大小 更小得细如芝麻 无数碎石跟随着他这一拳 一起向林轩道子扑去 昂 龙音震荡 他这一拳的全径 竟然与碎石融合 化作一条沙龙 直奔林轩道子而去 宛如一条真实的神龙一般 与此同时 他脚步鬼魅般一动 速度极快 紧随全径之后 来到林轩道子身边 林轩道子心中一惊 突然眼瞳一个变成白色 一个变成黑色 抬手向前映去 他的手掌如玉 仿佛一面玉印 印如山 印下是古怪的鸟转重文印刻 奇特无比 带着古朴古老的气息 迎上真龙 翻天夜 两人尽力爆发 一声沉闷惊人的梦想传来 如同雷声被浓密无比的 云层遮掩 传不出去一般 山门前的那头龙手 麒麟身的异兽 听到这闷想 疑惑地抬起头 四下张望了一眼 秦牧只觉自己的九龙玉风雷 仿佛遇到了一堵横在天地间的墙 静力竟然无法穿透着堵墙 心中一喜 这位盗子的确不凡 比我从前所见的那些太学士子 要强横许多 九龙玉风雷 虽然外表看似霸道刚猛 但是其实却是一种极为细腻的招式 内藏四十五种龙镜 这种精力藏在掌心之中 应接这一掌的话 便会被四十五种龙镜透体而过 被内脏造成无比可怕的破坏 林轩盗子这一手翻天印 竟然形成铜墙铁壁一般 将它掌心中内藏的四十五种龙镜 悉数挡在两人双掌之间 逐渐厉害 而在此时 那无数碎石 从林轩盗子身旁飞过 林轩盗子毛骨悚然 他的阴阳道眼 看到这些细碎的石子之间 竟然有着道道纤细无比的元气丝所连 这些元气丝无比纤细 在他的阴阳道眼的注视下 一根根元气丝 实则是一口口旋转的细件 这些细件 是秦木的元气所化的剑气 原本藏在石子之中 此刻正在从这些石子中脱离出来 卓伦翼 一 林轩盗子 双手食指翻飞 一掌向上一掌向下 只听嗡的一声 他的头顶和脚下 出现两个车轮 这车轮是元气所化 有着奇特的构造 似乎是一座阵法 只是上下相反 正反阵法刚刚将它照在其中 它周围那些细碎石子 突然化作积粉 烟尘弥漫 秦木葬在无数石子之间的剑气 顿时合拢 化作一条元气青龙 无数剑气 组成了青龙的身体 奋力搅动 绕剑士 两个旋转方向相反的车轮之间 顿时浮现出无数口细剑 形成剑木 与搅动的青龙碰撞 剑气崩碎 横飞 两个少年不仅是剑招碰撞 同样是法力碰撞 倘若太学院的世子在此 一定会无比惊讶 秦木现在施展的 便是严康国师所传的绕剑士 不过秦木并没有依照严康国师教的那样 将绕剑士化作剑主 而是让无数缠绕的剑气 化作一条青龙 凌轩道子顿时感觉到压力 秦木的元气 在压制他的元气 他的修为无比浑厚 但是秦木的修为 竟然还在他之上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道门的先天太玄公 以法力雄魂著称 单纯论同境界的法力 当今世上一切门派的镇教功法 都不如先天太玄公 即便是同样以法力著称的 如来大成经也不成 然而现在 他却感觉到 秦木的法力还在他之上 凌轩道子感觉到 他的灼轮印随时可能被破 立刻变招 他手中虽无浮沉 但手掌一张 便有无数沉思飞出 那是元气丝 但在他的操控下 有如一根根源器件 从轮内斩向轮外 试图将青龙斩断 就在他动手的一刹那 轮外的秦木已经到了跟前 探手抓住无数烟尘积粉 元气迸发 那些烟尘积粉 在他手中汇聚 形成一口长枪 吃的一声 刺入转动的车轮之中 凌轩道子另一只手 以翻天印抵挡 将这杆大枪挡住 随即砰砰砰的声响 不绝于耳 秦木以手为刀 夜战连成风雨 无数刀砍在车轮上 他的拙轮印顿时崩塌 凌轩道子心之不妙 下一刻便胸口连中树刀 胸前见血 身形道飞而去 他是借力飞出 依旧从容不破 一道道沉思钻入青龙之中 沉思四下飞出 终于将这条大龙灭掉 青龙崩溃 立刻化作数以百计的元气细件 眨眼间又自聚拢 轰然一声扎入大地之中 糟糕 凌轩道子手掌向下暗去 随着他掌心一暗 但见无数沉思 扎入地底将他身形托起 并不落地 他以沉思为足 在空中奔走如飞 而在他身下 一条青龙从地底钻出 又轰然钻入地下 接着再次钻出 再次扎入地底 而青龙每冲出地面 秦木的脚恰恰落在龙手之上 向空中的凌轩道子 飞速追来 秦木屈指连弹 弹指惊雷 雷声轰鸣间 却有音律大作 林轩道子脸色大变 糟了 被他占了先手 唯有动用道门的正交剑法了 第138章 神可法语 丹阳子站起身来 看向秦木与林轩道子之间的战斗 至于旁边山门下的那头 半龙半麒麟的异兽 被这边已经失去了兴趣 又自酣睡起来 道子坚持不住 要动用全力了 丹阳子心中意领 秦木的攻击实在太快太霸道 只要占了先手 便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一直打到对方认输 或者死为止 林轩道子 在元气上占不了任何便宜 招法上也被秦木压在下风 他自封路合神藏 有许多招式神通 是施展不出来的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动用道门的正交剑法 只有正交剑法 才能改变眼下的格局 反败为胜 只是现在丹阳子也不知道 林轩道子 在五药神藏这个境界 是否能够施展出正交剑法 道门的正交剑法 对元气的要求极高 消耗也大 丹阳子判断 林轩道子 只怕只能动用一招正交剑法 元气便会被消耗一空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林轩道子手中的沉思开始变化 这是奇妙的变化 他的沉思一部分化作黑色 一部分化作白色 扑散在空中 黑与白徐徐流动 如同一卷太极屠服陷在空中 道门的正交剑法 道剑十四篇的第一是 一点穿连好动 两仪内反复阴阳 一 林轩道子手臂震动 黑白徒向下压来 丹阳子输了口气 颇为欣慰 林轩道子毕竟是道子 凭借自身魂后的修为 还是在五妖境界施展出了正交剑法 要知道 道门的正交剑法修习者也有不少 但是炼成的不多 而炼成的几乎无意能够在五妖境界施展出来 这门剑法的消耗太大 别说五妖境界 就算是神通境界也很难施展出来 而且 修炼这门剑法 对资质和悟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其中最大的一个要求便是数数 单单是算经十篇 便已经让人头疼不已 而除了算经之外 还有大眼总数数 四元玉剑等 数数的高深点击 二 而林轩道子 却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精通数数 在很小的年纪 他的数数便已经达到极高成就 有了数数的根底 他学习道剑十四篇 便比其他人都要容易 道剑十四篇 一篇比一篇难 到了第十四篇道剑 几乎无人能够练成 即便是当代的道主 也没有练成第十四篇 不过 道主却对林轩道子 有着很大的期许 认为他将来可能会练成第十四篇 道门的道剑十四篇 道主还曾经借给严康国师参阅 严康国师的剑论中提到 道剑和天子三剑 完全可以说 有着道剑十四篇的影子 因此可想而知 林轩道子的这一招 是何其厉害 黑白图下 秦木心中一惊 从上方压下来的剑法 已经不再是凡间的剑法 阴阳两仪 相互纠缠 爆发出的能量 还未来到他的身边 便让他惊记 他指尖弹动 弹指惊雷这一招 让他的每一指 都爆发出雷霆巨响 犀利无匹 但是即便是雷鹰八十这等 顶级的战技处碰到那黑白太极图 也毫无用处 仿佛泥牛路海 掀不起半点波澜 哗啦 他的脚下 青龙腾空 突然青龙分解 无数剑光熙熙攘攘 分塌而来 落入他的手中 化作一口长剑 琴木面色肃然 持剑迎上压来的黑白太极图 剑在手中 仿佛是画家最细腻的笔 旅者最沉重的布 歌者的喉 舞者的舞 他施展出了村长 所传授的那一式剑法 剑绿山河 神可法语 约 可 他的剑下 剑光闪动 光与暗 轻与重 急与缓 完美结合 十四式基础剑士 在他手中刹那间变幻 空中出现一片壮阔的江山 道门的道剑十四篇 不是凡间的剑法 村长传授给他的剑图也不是 这是伐神的剑法 神可法语 用此剑的人 须得心中 无神无魔无佛 对所谓的神魔佛 统统要有大不敬之心 要有伐神之心 单阳子眼角跳动 豁然起身 与此同时 山门下的那头半龙半麒麟的异兽 也从睡梦中醒来 猛地抬头张望 空中 两种剑法碰撞 雪亮一片 那黑白太极图 在徐徐展开的江山之中 分崩离析 林轩道子一瞬之间 身中数十剑 身上血迹斑斑 突然 他眼睛一亮 有破绽 秦牧注意到他的目光 心中一惊 这个少年的目光 落在自己的左肩上 这个地方 恰恰是霸体三弹弓的破绽所在 岂可多 秦牧抬手捏印 魔神伟利应 这一印挡在他的左肩上 而秦牧另一只手 剑光暴掌 刺向林轩道子 吃 林轩道子一剑刺穿他的掌心 剑尖刺中他的左肩 被秦牧身上的锦衣挡住 没有刺入血肉之中 但是剑芒却刺了进来 让秦牧尖头一疼 与此同时 林轩道子身躯大振 摇晃不休 身体上顷刻间 便多数数十个血洞 身体扑落在地 秦牧散去元气所化的利剑 攻身失礼 道子 承让 林轩道子挣扎起身 身上的血洞 还在不断流血 单阳子呼啸上前 正欲给他上药 林轩道子抬手制止 整了整衣衫 还礼道 多谢辞教 说吧 这才服下丹药 单阳子连忙给他敷上商药 免得继续流血 待处理好之后 这一老一少两个道人起身 向秦牧失礼 秦牧攻身还礼 只见两个道人 戴上竹子编织的斗笠 转身离去 秦牧目送他们离去 脸色斗变 捂住自己的左手 连抽冷气 疼 疼死我了 那个单阳子老到毫不小气 连伤药都不提给我一份 他的左手和肩头上的伤痛彻心扉 被林轩道子那一箭伤到了骨头 秦牧连抽冷气 正要上山 脚步一个亮枪 连忙抬手 扶住旁边被铁链拴着的那头 半龙半麒麟的异兽 他元气损耗太多 动用剑驴山河 极为消耗元气 让他只觉有些虚弱 秦牧从山门前走过数次 并没有注意到这头异兽 一直以为这是个龙麒麟石雕之类的东西 没想到 摸到那异兽 却感觉到手下有些柔软 不由吓了一跳 那异兽龙麒麟抬眼 扫了他眼 然后伸出舌头 在他肩头舔了舔 秦牧只觉肩头渐渐发凉 然后疼痛感慢慢消失 连忙低头掀开衣领看去 只见肩上被剑芒刺出的细小剑伤在 慢慢缩小 这剑伤有十多个 此刻都在愈合 秦牧心中惊讶 这是 龙弦 还是麒麟弦 不管是哪一种 都是好药材 他连忙抬起手掌 那异兽又在他的掌心舔了一口 秦牧看到自己掌心的血肉 在慢慢生长 见伤处的血肉 像是嫩叶发芽一般 很快便让伤口愈合 骨头上的伤似乎也好了 他的皮肤也很快愈合 师兄 你喜欢吃酸性吗 秦牧蹲下来 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 放在异兽嘴巴下 笑道 就是酸酸的那种 酸的掉牙的那种 不喜欢吗 那么黄梅呢 也特别特别酸 你想一想 你就会被酸得流口水 也不喜欢 我请你吃柠檬吧 那异兽白了他两眼 一声不吭 也不理睬他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也没有什么龙弦之类的 口水流下来 那么 你喜欢吃什么 秦牧问道 山上有一头大青牛 我看上他很久了 那异兽龙麒麟突然开口 依旧目视前方 一动不动 道 你能把他弄来吗 秦牧拍了拍胸口 笑道 你这么仗义的兄弟 我交定了 你放心 我很快便会把他弄来 那龙麒麟大喜 嘴角口水似乎要落下来 然后又滋溜一声吸了回去 秦牧指的回山 心道 看来只有给他弄来那只大青牛 才能骗来龙弦 这头青牛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似乎在一个院子前吃草来着 嗯 去问铃儿 这片山他转来转去 比我要熟悉 他走上山去 这石氏子居 神通居和皇子院中 已经陆陆续续有人醒了过来 三五成群向山下走 从秦牧身边走过 一位皇子道 经过国师指点 我只觉我修为大静 应该可以与那位盗子 大战三百回合 二皇子林玉书摇头道 六弟 不要轻敌 我与林轩盗子交过手 能够感觉得出他 还有本事没有使出来 不过 国师的确非凡 他教的那三招剑士 倒可以与我从前所学的 其他剑法融合 让我从前所学的剑法更加完美 好歹也算是有一战之力 只是要胜过他 恐怕有些困难 林玉书停步 看着走过去的秦牧 微微皱眉 然后收回目光 二哥 怎么了 那位六皇子问道 七妹与他走得很近 林玉书摇了摇头道 其实秦牧此人什么都好 本事不坏 而且也有神医之名 救了太后 只是 他毕竟是个大虚弃明 七妹实在不宜与他接触 不说此事 咱们去再会林轩盗子 他们来到山下 只听前面传来哗然声 连忙赶上前去 有人叫道 那两个盗人不见了 林玉书不由恶然 挤入人群中 向前看去 果然丹阳子和林轩盗子 都不翼而飞 难道他们知难而退了吗 有人难难道 林玉书皱眉 冷笑一声 丹阳子和林轩盗子 是来赌门 来打脸的 哪里会知难而退 主动认输 这分明是有人 击败了林轩盗子 他们认输之后离开 击败林轩盗子的 就在我们之中 比我们早一步下山 林玉书目光闪动 向人群中看去 到底是谁呢 神通居中 实力最强的 有三五个人 剑吃消逸 风魔填风 单山立石月秋 本事都很强 而是资质过人 皇子院中也有几人 除了我之外 七妹贪玩不用功 虽然悟性好 但不用功也是无法上进 还有就是敏阅世子 至于世子居 听闻沈万云的本事还不错 一直坐在大师兄的位子上 他也有可能 第139章 菜园子里的青牛 单阳子与林轩盗子一前一后 不紧不慢地走出京城 来到京郊外百师立地 但见屠江滔滔 一老一少两个僧人 正在踏步而下 单阳子和林轩盗子停步 站在江岸边 向那老少僧人起手 师兄 那两个僧人 也连忙在江面上停住 何时还礼 师兄 老僧白眉低垂 道 师兄是从太学院归来 可满三日 单阳子摇头 未满三日 老僧眉头动了动 显然内心颇不平静 道 太学院竟有如此能耐 可敌盗子 我要与佛子去走一遭 不知境遇如何 单阳子躬身告辞 那老僧也自躬身 各自离开 单阳子与林轩盗子离去 太学院上 至祭酒下至世子 都是常常松了口气 但到底是谁 祭拜了林轩盗子 则没有人能够说清 说来奇怪 祭拜林轩盗子 本来是件大好事 但是那位高手 却没有跳出来 声张是自己出手 击败林轩的 很是古怪 众人纷纷猜测 有的说是皇子院中的 皇子暗中出手 使林轩盗子知难而退 但是因为皇子之间 明争暗斗 这位皇子担心 自己锋芒毕露 所以隐瞒了这件事 免得遭到其他皇子暗算 也有的说是 神通居的剑痴 萧颖出手 萧颖是剑痴 醉心于剑道 心无旁骛 对于名利并不看重 更有的 说是从前 从太学院结业的那些师兄 听到此事之后 匆忙赶回来 将林轩盗子击败 然后又匆匆返回前线 从太学院结业的世子 很多都已经做了 前线的将军 领兵打仗 还有猜测说 是国师弟子 奉命进入太学院 成为太学院的太学士之后 击败林轩 然后又退学了 种种说法都有 世子居中 诸多世子热闹非凡 聚在沈万云的院子里 七嘴八舌地询问沈万云 道 大师兄 现在山上都在猜测 到底是谁打败盗门盗子 不会是你吧 沈万云打个哈欠 强忍着睡一道 不是我 我虽然有幸为太学院处理 但是我练功太猛 不知不觉就在院子里睡着了 若非你们惹出动静 我也不会醒来 林轩盗子被谁击败 我也不知道 众人将信将疑 瞿婷笑道 莫非大师兄打算深藏身与名 沈万云哭笑不得 道 我两天不眠不休 参悟国师传授的三招剑法 用脑过度 精神受损 一身实力施展不出八成 怎么可能是我 倘若 是我击败了林轩盗子 还会瞒住你们 突然 云雀和尚神情微动 道 不会是那个契鸣吧 月清红也心中微动 他尽管被秦木 撞进铜柱子中大丢脸面 但是对秦木的本事 还是极为佩服的 道 那个契鸣身怀绝技 无论战绩 还是法术 剑法 都很不弱 莫非是他 沈万云迟疑一下 摇头道 实不相瞒 我便是看到他不睡觉 在勤修苦练 所以我才备受鼓舞 苦苦修炼 以求击败林轩盗子 他练的时间不比我短 现在估计还在呼呼大睡 肯定也错过了 与林轩盗子的争斗 一位世子气道 这丝 将大师兄也带偏了 国师传法时 他便在大呼小叫 说他练成了元气丝 刚刚练成元气丝 怎么可能击败道门的盗子 众世子纷纷点头 笑道 他在太学殿前 当着全院的世子面前出了大丑 我们心中也是很爽 突然山下传来一片哗然声 只听有人叫道 山下来了一个老和尚 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和尚 然后在山门前坐下了 众世子面面相去 沈万云目光闪动 沉声道 道门的高手刚走 大雷音寺的和尚又到了 这两个和尚 只怕小的便是大雷音寺的佛子 我未能与林轩盗子交手 那么一定要会 一会大雷音寺的佛子 诸位师弟师妹 我需要休息半日 养精蓄锐 众世子纷纷告辞离去 沈万云何以躺下 多时便沉沉睡去 待到第二天 沈万云醒来 神采奕奕 梳洗一番 填饱肚子 立刻下山 到了山下这才得知 这位大雷音寺的佛子 打败了许多太学院的高手 这位佛子如来大成 金刚护体 精修佛门斗战圣法 催动法术时 身体膨胀数倍 力大无穷 又有佛光流体 佛光时而化作大钟 时而化作佛塔镇压 抬手便是一口金波 将人往玻璃收 反手就是一座须弥山 镇压下来 沈万云上前对阵 站到十多个回合 以钻尖式破佛子的金刚护体 让这位佛心佛子受伤 不过佛心毕竟还是实力强横 将他打得败下阵来 神通居和皇子院的许多世子 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世子居的世子 多是武药境界 修为较低 沈万云竟然能与大雷音寺的佛子 交锋十多次 这才败落 这个战绩放在神通居和皇子院中 都属于一等一的高手 能够列入前十 当即便有皇子院中的皇子和公主上前 露出拉拢之意 沈万云既不答应也不推辞 免得得罪人太多 心道 看来我的战绩还算不错 否则也不会有人来拉拢 不知道秦师弟 与这个和尚交手的结果如何 他在佛子手底下支撑了几招 公子说的那头轻名 我见过几次 太学院中 狐林儿带着秦木前往后山 道 后山有一个菜园子 我前几日在山中溜达 想寻些灵芝仙趴之类的宝物 从那边经过 见到了园子里有几株灵草 遇到这头牛 冲我叫了好几次 我看他护着那几株灵草 心里很不爽 老早就想弄来吃了 秦木惊讶 菜园子里的 多半是投野牛 不然谁会放在菜园子里吃菜 这倒也是 公子 山门前的那只龙麒麟 怎么会想着吃这头牛 不知道 我估摸着是这头牛 可能得罪过龙麒麟 大概是看他整天偷吃菜园子里的菜 有些不爽 秦木猜测到 狐狸儿带着他来到后山 后山人来得较少 很少有世子来到这里 除了那些优惠的男女 在这后山有几片院落 听说有几位喜欢阴凉的国子建筑在这里 除了国子建的院子 便是守山老人的住所 后山开辟了几片菜地 秦木与狐狸儿 沿着崎岖小路向山下走 走了半晌 然后看到一片瓦红色的院子 院子的左前方 被整出一片平地 大约有五六亩 围上栏杆 种了许多菜 此时正有一头青牛站在菜地里 吃着地里的菜 悠闲地甩着尾巴 驱赶蚊虫 秦木看了一眼 打得哆嗦 这头牛的确是青牛 而且秦木敢肯定 这样的牛 即便是御山上 也只有一只 但是自己未必能打过这头牛 这头青牛一身健子肉 雄壮无比 像人一样 用两条后腿站起来 正靠在一根柱子上 它的前提子 已经变成了硬绝质的手掌 抓着一把绿油油的菜 悠然地吃着 秦木目测一下 这头青牛 有两三个自己这么高 几乎没有肥肉 全是肌肉疙瘩 而且 它的青牛皮呈现出玉色 竟然还反光 油光争亮 好像是背盘了 十几年的美玉一般 最可怕的是 这头青牛呼吸之时 鼻息如同两道白光 一进一出 再加上它脖子上长着的龙鳞 秦木敢肯定 这头青牛 已经在山上修炼了不少年头 呼吸九龙之气 产生了龙化 长出龙鳞 何人偷窥家 突然 那头青牛发出人声 将一把牡丹塞入口中 鼻孔的白光吸入体内 目光如电 向秦木这边看去 然后迈步走来 一边走 一边身上的肌肉疙瘩 蹦蹦跳跳 秦木吐出一口浊气 向狐狸儿道 不就是一头牛吗 我自小放牛长大 还奈何不得它 林儿你先向后退 待会我若是让你跑 你就赶快跑 明白吗 狐狸儿点了点头 向后退去 秦木常常吸气 迎着那头青牛走去 笑道 这位牛兄 那青牛脾气火爆 不由分说冲上前来便打 冷笑道 臭小子一脸坏笑 肯定不是好人 谁跟你是牛兄牛弟 狐狸儿向山上退去 突然只听菜园子那里 传来一声惊雷般的巨响 接着轰轰轰的震动不绝 过了片刻 秦木一溜烟狂奔过来 叫道 林儿快跑 狐狸儿连忙撒腿便跑 头眼向后撇去 只见秦木眼窝肿了 鼻子轻了 显然短短片刻残老村的放牛娃 便这头青牛暴打了一顿 狐狸儿暗暗则舌 心道 公子一向神武 到了太学院打这个打那个 怎么尔经被一头牛打了 他们背后传来轰隆轰隆的提声 显然是那头牛 在气势汹汹地向这边追杀过来 不依不饶 秦木将狐狸儿抓起 放在肩头 向山上死命狂奔 过了片刻 那头青牛追不上他们 骂咧咧地回去了 青牛刚到菜园子里 只听旁边的瓦红色院子里 传来霸山祭酒的声音 迷迷糊糊道 外面为何这么吵 老爷 有人欺负你家牛牛呢 那头青牛连忙哈腰 向院子里陪笑道 他还要偷老爷家的菜地 被牛牛打跑了 请有此事 第140章 刷锅洗碗 霸山祭酒 披着灰色貂皮 大肠走了出来 手中抓着一个半人高的酒葫芦 仰头灌了几口酒 打个酒格 然后将酒葫芦丢给青牛 道 谁敢偷我菜地 胆子倒是不小 那头青牛对着酒葫芦痛饮几口 打个酒格 喷出一股草料味和酒味 道 不知道 是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 带着一只狐狸 霸山祭酒若有所思 道 原来是那个从大墟里走出来的小子 连我的小牛牛都敢招惹 还偷我的菜 很狂很嚣张啊 我知道了 你在这里看着菜园子 免得又被人偷了去 秦牧回到山前 摸了摸脸上的淤青 脸色阴晴不定 这头牛 打是打不过他 不过倒可以下药弄翻他 要是爷爷说了 打不过就下毒 只要捆上他的蹄子 就由不得他反抗 祖师 你怎么在这里 秦牧前方是一片草炉 两三间房子 很是简单 这片草炉靠山傍水 很是雅静 只见少年祖师 正在院子里洗碗 应该是刚刚吃过饭 旁边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正在用丝瓜刷子刷锅 这个老人秦牧见过 是天魔教的执法长老 少年祖师 虽然是太学院的国子大祭九 地位崇高 但是却没有仆人丫鬟伺候 身边只有执法长老 少年祖师和执法长老 也看到他和狐灵 都没有起身 继续忙活自己的 执法长老笑道 祖师本来便住在这里 少教主没有来过这里 秦牧摇头 站在外面躬身见礼 然后走了进去 执法长老向秦牧见礼 秦牧连忙还礼 走上前去 坐在盆边帮少年祖师洗碗 笑道 祖师身为大祭九 为何这么清贫 少年祖师取来毛巾擦了擦手 道 我闲散惯了 住不得高大辉煌的宫殿 执法长老也并不住在这里 只是我老了 才让他过来 为他和我一起受苦 秦牧看了看执法长老 执法长老露出笑容 道 我也想多清静几日 这里正好 少年祖师笑道 少教主 等你登基之后 我还要借执法长老几年 让他随着我四处走一走 等到我死了 他也好帮我收尸 我圣教不留尸身 人死如灯面 只留一把灰 到那时 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来 秦牧沉默 心里一酸 英雄驰木 即便是强大如村长 强大如少年祖师 也免不了生老病死 终将会被时光 消磨了满腔的热血和壮怀 变成黄土包里的尸骨 少年祖师看了看他 道 山下来了一个老和尚 和一个小和尚 秦牧点头 洗好碗之后 用朱雀元气 烘干手上的水器 执法长老挂好了炒锅 搬来一个茶几 打算泡茶 狐铃跑过去帮忙 知道 听说山下的和尚 是大雷音寺来的 我去看了一眼 老和尚我认识 以前在大序里见过 听马爷说是他师兄 叫做静明还是什么的 秦牧想了想 不敢确定 是不是这个名字 道 小和尚便没有见过了 好像是大雷音寺的佛子 狐铃儿吃力地 给他们斟茶 只是个头矮小 还没有茶几高 执法长老连忙 接过茶壶 放在茶几上 把小狐狸抱起 放在一旁的藤椅中 笑道 我来便是 少年祖师依旧盯着他 道 人家在堵我们 太学院的山门 秦牧道 堵了大半天了 我跑过去看热闹 这个佛子的本事 的确厉害 如来大成经 斗战圣法 金刚不坏身 如来舍利塔 大成灭度印 十八罗汉印 祖师 我对咱们太学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少年祖师纳闷 什么误会 咱们是不是很弱 秦牧不解道 怎么天天被人 堵着门殴打 我才刚刚入学 便被人两次砸了场子 放在我们大虚 早就抄家伙干翻他们了 少年祖师气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佛心佛子到了 你为何不去 反而要去后山 秦牧笑道 我怎么没有去 我去过了 然后从山门那边回来了 接着才去后山 山门那边好不热闹 少年祖师动怒 执法长老连忙献茶 祖师将杯子里的茶 一饮而尽 放下杯子不要发火 执法长老连忙 又蒸了一杯 少年祖师暗下怒气 道 太学院的其他世子 都上前迎战佛子 你为何不上去 祖师 我打过道子了 就是在不久之前 而且 我还受伤了 秦牧教区道 我手还被刺个窟窿 你看 伤疤呢 反正我受伤了 很严重的内伤 我打过一场了 佛子谁爱打自己打去 我要养伤 你看我脸上还肿着 你家少教主 被一头牛打了 你都不帮我出头 我为何要帮太学院出头 执法长老咳嗽一声 提醒到 祖师查量了 没这么快量 少年祖师拍案 冷笑道 你想怎样 让我再将国师 请来传经受到吗 我已经请过一次了 再去请老脸 往哪个 你还能让我请谁 请皇帝吗 秦牧心中微动 试探道 皇帝能否来我太学院开奖 少年祖师养头饮茶 连茶叶也给吃下去 消火了 冷笑道 你死了这条心 皇帝是不可能来太学院 开奖的 灵阵抱佛脚 一次倒也罢了 怎么还想抱两次 我没这么大的脸 秦牧心心道 祖师 我在想 三大教派已经到了两个 到门的道子 大雷音寺的佛子 他们都已经来赌门了 咱们天圣教 是否也应该露露脸 也赌一赌太学院的门 我挺为少教主 理应前去堵太学院的山门 撞我娇威 少年祖师拍案 豁然起身 茶几被拍得晃来晃去 执法长老连忙 挡住他 叫道 祖师息怒 息怒 少教主还是个孩子 犯不着与他怂气 息怒 少年祖师气急而笑 臭小子 你以为除了你 太学院便没有能够 击败佛子的吗 秦牧笑道 应该有 不过那是从前 但是这些人 已经从太学院结业 不再是太学院的弟子了 祖师想要道法昌龙 须得将从太学院中走出去 做了大官的人请回来 让他们授课 再请来朝廷中的一品大员 请他们讲授道法神通 少年祖师叹了口气 摇头道 现在的一品大员 多是教主 门主之类的存在 再不然便是世家之主 岂肯将他们所学之秘 传授给天下人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 只是我即将辞官 也无心于振兴太学院了 这件事 只能下代大祭酒来做了 只是不知道 皇帝和国师会 安排谁来做这个大祭酒 你果真不去 与佛子对阵 你是不是自觉不是他的对手 秦武摇头 颇为自负 我乃霸体 打佛子与打道子 对我来说并无区别 霸体 少年祖师纳闷 有些茫然 这世间还有霸体一说 执法长老也摇了摇头 没有听说过 秦武信心狂暴 即便是少年祖师 见到这种无敌的信念 也是吓了一跳 用一种僻逆天下的语气道 村长亲口说的 我乃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霸体 只有我才能修炼霸体三丹弓 原来是那个老家伙 果然还是他见多识广 少年祖师瞥他一眼 道 你果真不去 就算不用你 我也有人可以逼退佛子 秦武眨眨眼睛 试探道 祖师打算亲自扮成少年上阵 少年祖师端茶 喝道 赶紧喝茶滚蛋 秦武饮茶 带着狐狸儿离去 想了想 又退了回来 道 祖师 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 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 你出力吗 皇帝来开奖吗 滚 是 这个混小子 没有好处 连一份力都不出 少年祖师摇了摇头 执法长老笑道 少教主对太学院并没有感情 自然不会轻易出力 而且 祖师不也是很开心吗 祖师哈哈大笑 道 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 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交出来的 残老村的老头子 的确是不乏 我都不知道 这世间还有霸体 他竟能认出来 待我辞去这大祭酒的官 便去找他唠一唠 不过少教主说的也对 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 索性去堵别人的门 他们不是想造反吗 先把他们的脸打掉 让他们没脸造反 执法长老提醒道 祖师 还有两个月你 便要退了 少年祖师叹了口气 道 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 这些日子 皇帝已经在物色 下一代国子大祭酒 你说 谁会来接任 执法长老摇头 道 我怎么会知道 不过 我觉得 皇帝会从一品大猿中 挑选一人 虽说国子大祭酒 只是三品官 但是这个官职太重要 必须要由皇帝亲信来掌管 皇宫中 阎峰帝正在批阅奏折 突然一个太监禀告 细声细气道 陛下 顾大人到了 让他进来 阎峰帝头也不抬道 臣 顾李暖 拜见陛下 阎峰帝抬起头来 看向堂下攻身而立的顾李暖 放下朱笔 道 顾大人 你二百年前失踪 被小秦将军救回 按理来说 本应给你安插官职 但是你失踪这么多年 而且又丢了朝廷配件 罪则不小 朕即便想要提拔你 也倍感压力 不过朕 还是决定要力排众议 将你重用 顾李暖又惊又喜 太学院国子大忌久 这个官职至关重要 大忌久辞官 朕让他两个月之后卸任 方便物色人才 朕物色到了你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臣必定肝脑涂地 死而后已 阎峰帝提笔 继续批阅奏章 道 你不用肝脑涂地 你若是让朕失望 朕杀你的头 下去吧